列王幾下 第十六章 利馬利的兒子比加十七年 由大王約坦的兒子阿哈斯登基 他登基的時候年二十歲 在耶路撒冷作王十六年 不像他祖大為行耶和華他神眼中看為正的事 卻效法以色列諸王所行的 又照著耶和華從以色列人面前趕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 使他的兒子驚火,並在幽潭上、山崗上 各青翠樹下獻祭燒香 阿蘭王利遜和以色列王利馬利的兒子比加 上來攻打耶路撒冷,圍困阿哈斯,卻不能勝他 當時,阿蘭王利遜收回以拉他歸於阿蘭 將猶大人從以拉他趕出去 阿蘭人就來到以拉他,住在那裡,直到今日 阿哈斯差遣使者去見阿術王提甲拉皮烈色說 我是你的伯人,你的兒子 現在阿蘭王和以色列王攻擊我 求你來救我脫離他們的手 阿哈斯把耶和華殿女和皇宮婦婦女所有的金銀都送給阿術王為禮物 阿術王應找了他,就想去攻打大馬士甲 將成功取,殺了利順,把居民老到吉爾 阿哈斯王上大馬士甲去迎接阿術王提甲拉皮烈色 在大馬士甲看見一座壇 就照壇的規模樣式做法畫了圖樣 送到祭司烏利亞那裡 祭司烏利亞照著阿哈斯王從大馬士甲送來的圖樣 在阿哈斯王沒有從大馬士甲回來之先 見足一座壇 王從大馬士甲回來看見壇 就近前來,在壇上獻祭 蕭凡祭、掃祭、僑祭、僑殿祭 將平安滯生的血灑在壇上 又將耶和華面前的銅壇 從耶和華殿和新壇的中間搬到新壇的北邊 阿哈斯王吩咐祭司烏利亞說 早晨的凡祭、晚上的數祭、王的凡祭、數祭 國內眾民的凡祭、數祭、殿祭 都要燒在大壇上 凡祭生和平安祭生的血也要灑在這壇上 只是同壇我要用以求問耶和華 祭司烏利亞就照著阿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 阿哈斯王打掉盤座四面相著的心子 把盤從座上挪下來 又將銅海從陀海的銅牛上搬下來 放在鋪石地 又因亞術王的緣故 將耶和華殿為安息日所蓋的郎子 和王從外入殿的郎子羅兒 圍繞耶和華的殿 阿哈斯其餘所行的事 都寫在猶大列王記上 阿哈斯與他列祖同歲 葬在大衛城他列祖的墳地裡 他而止欺世家接觸他作王